日本小林制腰的红麴保健品害死五条人命 现在终于找到杀人凶手 就是这株青霉菌 由菌株化合成的软毛青霉酸 因为会伤害人体肾脏 才让保健品变得致命 只是这青霉菌究竟从何而来 日本专家说青霉菌存在土壤中 过去案例都是导致水果腐败居多 日本政府彻查小林制腰各地工厂 结果发现红麴保健品的产线 得分三道手续 从培养红麴菌到研磨 再制成红麴原料并生产保健品 结果不止三道工序 全都查出青霉菌 甚至今年1月 全新投入生产的何歌山工厂 都有发现菌株 日本厚生劳动省初步研判 小林制药旗下红麴生产工厂 已经全数受到污染 目前除了持续调查污染原因 也要继续研究红麴制品中 还没化验出来的两款不明物质 TVBS新闻 政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